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好朋友来到谷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诚国际投股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陈建成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持续受到美股的影响 现在的台股几乎都是受美股在左右着 好那美股昨天涨 台股今天早盘先开高 涨了一百多点之后 随后又开始做震荡 最多的时候一度是跌破万三 然后慢慢再开始再做推升 现在这个盘主要就是 这样震荡来震荡去 然后美股 美股啊嗅一下我们就中感冒 然后美股心情好的时候 我们也就跟着放烟火 但是投资人的信心依旧是比较薄弱 所以即便今天早盘有开高 但是他还是有这种信心比较胆怯的状态 赚一根开高赶快赚 因为想说现在怎么样 行情不稳 对不稳 先卖再说 先跑再说 所以开高 先震荡 开高就是有人追高 有没有 下来就有人卖 下来就是有人卖 有有人接 然后再把他接上去 你够厉害开高卖 这边低接先做一场汤葱 对不对 这是现在盘面当中的情况 最好这么厉害 那问题是你现在就觉得整个股市很不稳 对 信心不足 对不对 我常说底部是怎么样 是淬炼出来的 是 对不对 每个人 今年从一月到现在 淬炼了5600多点 将近5800点 还有什么利空 还有什么利空你不知道的 还有什么能打击你的 你说嘛 天灾人祸什么都有了 对不对 战争也有地震也有 升息也有 整个7月到8月到9月这三个月 对 连现在到10月初 我们10月初 对啊 天心说 老师这跟那个去年10月 烈纱红色10月 很像 对不对 又来一个 然后又每天在利空 然后你就发现说 那个上面的那个报纸消息 你的手机如果有开那个什么 工商经济 还是反正一些财经节目的 一直跳出来 的那个通知 一直跳出来说 对不对 又有个人讲说 什么科技站 怎么样 对啊 晶片站 科技站 各种站 还没完 还有什么 完美风暴 下一个产业 对 然后一堆利空 看了就吓死你 对 如果是这样 干脆手机丢掉算了 我现在都把所有的通知都关掉了 为什么手机丢掉算了 有图有真相嘛 对不对 来 现在手机APP 有一个功能 你可以关掉通知 有图有真相嘛 来 利空 砍 对 对不对 结果咧 来 昨天下影线再上来 对 对不对 今天呢 开高想说怎么样 哎呦 再来做短线 结果呢 又往下 感觉好像没那么差 对不对 那是你看台股 对 请看一下 这边比这边低 对不对 对 破底是不是 是 我说破底不要去杀 这边是不是破底 不要去杀嘛 弹上还在减码嘛 来破底 不要杀啦 哎 人家搞不好要弹上来了 老师那是这样子 来你看一下好不好 大盘是不是也是用山头斜照呢 指标怎么样 背离啊 背离 对啊 你看到没 指标背离耶 扇子太短对不对 那我用球棒好不好 哈哈哈哈 用球棒 好猛喔 背离啊 这叫背离 对 破底 可是指标背离 随时怎么样 随时都会弓上来了 好吗 所以 消息 对不对 持续在走 但是怎么样 信心 一定要有 现在目前始终不足 对 信心要有 所以我跟你讲 两步于心坚定嘛 你这段时间 就这段时间 你好好的两步于心坚定 你看到今天的胃缸 六十耶 对不对 从五十到 我记得是五十块开始 对啊 第一步先到五十五十六 来六十耶 现在到六十 今天很多个股都怎么样 一下去之后 很快就拉上来了 对 特别很多跌身股 都开始已经 要重新 感觉上要走一个 多头可以 现在唯一 台面上最弱的两个族群 就是半导体 科技股已经 很多都开始已经 感觉上要 月线要过了 连触控IC 现在都开始涨停了 对 然后呢 千玉敦泰那种很弱的都涨停了 来 先落底的 怎么样 先起来了 先起来 对 那到时候其他的 你也不要再去杀他了 我说真的 你说还会跌 还会跌 但是呢 你杀了你就有办法再赚吗 你是不是现在又去杀了 再去追已经 涨停的 那你节奏又有点不对嘛 对不对 什么叫三头斜照 好了我现在不用跟你讲个股族群好不好 我们观看指数就好了 对啊 大盘也是三头斜照 对不对 三头斜照 这边两三天就弹上来 这边好几天的还不弹 在干嘛 在洗嘛 对不对在洗嘛 就有人又被甩掉了 那你不相信 来那我现在跟你讲 你看 我们现在讲着讲着 我们是没直播啦 不然你 平常直播你看到说 老师这么信心喊话 赶快 空手的 赶快进去抢一张 对 每个人抢一张台积电 他就涨停了 是不是 对啊台积电 真的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导播你是不是开直播啊 导播 还是导播已经通知外面 大家是一百 真的吗 没有开直播 居然讲着讲着就在拉了 他就往上了 可能我们要 给正面能量 他就大涨了 原来是 对不对 云中能量法则 大家感受到 老师告诉你要正能量 来我给你看一个东西 不要看坏台股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 你就知道了 从哪里看 国际指数对不对 请看道琼 来 请你看道琼 道琼早就背离了 对 有没有看到 有 道琼早就真的是背离 你看这一次再下来 几乎就要破底 可是有没有 这个绿柱有没有 有没有跑到这边来 没有 只有到这边就上去 对 所以道琼早就背离了 你看看到没 有没有 有 球棒还不够长 这样 有没有 是不是背离了 是 可是指数是怎么走 对啊 指数是这样走对不对 对 背离 而且几次 两次 这边一次背离 对 这边再一次背离 好 三次 所以啊 你们 不要再看话 你还在 你还在杀股票 这个时候 你不跟我三头携照 那你还在杀股票 大家都等着指数到右上角之后 再开始追 那时候大家信心才回来 在右下角的时候 大家信心崩溃拼命看 好 大盘我跟你讲完了 好 所以 接下来我要唱生日快乐歌了 真的吗 来请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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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董生日快乐 你要送我一台Model B吗 大声一点 不然他听不到 郭董你的Model B好漂亮 他今天一出来就问大家漂亮吗 漂亮 大家送我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节目上半场两大主题 好 第一个 又是鸿海电动车日 是 对不对 鸿海客气日 然后呢 可惜怎么样 鸿海股价不买单 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来看 好 第二个呢 环球晶 半导体 我要跟你讲细晶圆 我前两天跟你讲什么 第一论 面板 有 对不对 第一论面板 那个双滴族群嘛 对不对 双滴族群 后来怎么样 被动元件 有没有 我们等一下一个来跟你印证 好 我等一下跟你讲环球晶 来 讲细晶圆的 我们是什么 鸡仔鸡口袋 对不对 鸡到小鸿杜长庭 我还以为老师每次开场都 我哪是说好地 没啥有说 来 来 Model B是吗 郭董好漂亮 有漂亮吗 红色我喜欢 很红水 黑大班 见仁见智的 你看你喜不喜欢 老师喜欢白色我知道 要我是不会去买它 老师要买白色的 因为车型看起来呆呆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看起来就是很适合家用 他们今天有一个叫做3加3等于无限大 数学非常好 OK 好来 那个无限大很厉害 对 参加上不是等于6吗 对 但它的无限大它说从电动车做核心 开始向外无限大的扩散 扩散延伸 车用软体 因为现在一台车子里面会有很多的东西 车用软体 半导体 有软体 有硬体 有半导体 全有 对不对 有电池 对 全包全包 整个车子也有一些相关的构装 对不对 散热 真的是包天包海 包天包地包海包山 所以无限大 对 无限大 好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很快在这边跟各位讲一下 好 老师帮大家做出来 它的目标2025年 鸿海电动车事业营收目标新台币怎么样 造源产业 下一个造源产业 这不是我们国家讲的 老师上一个 对不对 当初什么两兆双新 就是2D 对 3D 两兆双新 两兆双新 那已经是过去式 对 对 那时候2D 3D都是两兆双新 好 现在多个兆了 什么 鸿海电动车 OK 目标营收怎么样 一兆 这一兆有怎么贡献出来呢 第一个 整台车子 整台车子卖出去 我如果讲卖车子要照比较容易 因为一台车子很贵 一台车子动辄上百万 对 对不对 一个手机 3-5万 3-5万 所以你车子 手机是车子的几倍 30倍 如果你要达到兆元的话 对不对 好 因为车子的这个比较贵 对 单价高 对 看起来要达到兆元 好像比较容易 对不对 好 车子还有哪部分 整个车子的周边 有没有 这是硬体的部分 还有怎么样 软体的部分 OK 毛利率怎么样 要上看两位数 以前的鸿海代工 两位数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他们以前毛三道四顶多六 毛三道四 顶多六 不是这个保五保六 对啊 好来 毛三道四 所以对鸿海来讲 很补啊 两位数的毛利率是很补的 对啊 对不对 OK 所以这是他所谓的 因为也许车子的代工毛利比较高 OK 所以他的毛利上看两位数 OK 好 那怎么达到呢 来 电动车的销量 目标75万台 然后全球四站 他其实就是他们的鸿海电动车 目标要75万台 四站 全球四站要来到怎么样 5% OK 那怎么合作呢 合作的有几种类型 第一个 跟传统车厂合作 是 对不对 跟新创车厂合作 什么新创车厂 是美国不是有几家公司吗 他们跟他合作的那几个车厂 那就是新创车厂 懂 有没有 他有什么 跟怎么样 特殊车款的业者 这三种 传统新创跟特殊车厂 然后呢 合起来总共怎么样 目标75万台 OK 懂 好 那毛利率怎么样 10% 看10% 两位数 我跟你讲 这就是两位数 大家同样是两位数 10%跟99% 那是差多少 10%跟99% 那几乎是快差到10倍 所以说 这个两位数 这也是进步 从5%到10% 对 所以这个两位数 看起来 当然对他们来讲 已经增长一倍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 还是给予正面的鼓励 好不好 对 那关键零组件 自制要达到40% 好 那在关键零组件里面呢 有一些核心的部件 分成两块 半导体跟电池 那半导体再来什么 半导体分什么 功率半导体 跟第三类半导体 有没有 所以那电池呢 有什么 磷酸锂铁电池 还有什么 这叫什么 固态电池 从这个过去的三元 进化到磷酸锂铁 然后到固态 OK 好 你从这里面 找寻 你基本上你就看到怎么样 找寻关键词 看到趋势 看到趋势 是 对不对 好 那这趋势里面 整个鸿海电动车的供应链 有哪些呢 我们把这边做一个资料 给你整理出来 从电池来看 对不对 聚合 有 做什么样 电解液的 是 这个 长元科 长元科 然后康普 美琪嘛 其实这两天股价都在跌 对 对不对 但是长元科这两天还不错 好 来 那 那以这个九月营收来看的话 你看到谁 就长元科的营收 年增 804.5 感觉上他的怎么样 800 感觉上他们这个 好戏才刚要登场而已 对不对 所以他连两天掌停板 对 所以我觉得 可以后世来持续关注一下 因为过去他没赚到钱 不代表怎么样 未来不会赚到钱 因为这个磷酸离铁 或许会给他一些带来 一个长期的一个题材 所以你可以持续列入你的观察名当当中 两根掌停不见得要去追 所以你大盘过两天都会来个大跌 那搞不好就提供你下一个入手的机会 懂 好 那再来功率半导体 有哪 什么 台半 对不对 副顶 这个副顶不就是这个鸿海跟国具 有没有 他们俩不是合资一个这个什么 这个半导体公司吗 那也有副顶 这个入主这个副顶嘛 对不对 好 再来什么 二级币的强帽 对不对 二级币的强帽 这是功率元件的部分 好 好 那再来呢 第三代有谁 第三代半导体 好 有谁 广运 太极 是这两家公司 其实第三代呢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汉磊 这个 那个是属于那个碳化系那一块 汉磊加金 但是我想 慢慢都会有很多公司上来 那我觉得 这里面可以稍微来留意一下 懂 好 所以我们把 MIH大联盟的关键零部件的厂商 在这边给你列出来汇总 你可以大概做个参考 给你三秒钟拍照截图 三二一截图 对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下 以上不代表这个 不代表就是说 获利保证 对 你不要听我节目去买 被套 你就说我不准 我们只给你一个未来的方向 对不对 至于进场点呢 麻烦你 因为那个 金管会有个一点 我们不可以直接讲 不是 就是进场点呢 那可能就要会员 我们才有办法带你代进代出 再给你自己做个参考 对 那这个 电动车的MIH联盟的相关零组件厂商 你们自己加入自选股去做观察 好 了解 来 好 那第二个主题呢 来 我们要跟各位讲 这一个 徐秀兰 徐董 对 我也很尊敬他 我记得有一次节目我在讲说 女历时代吗 很尊敬他 对 好 对 我说这一个很不简单 当然啊 这个环球金 十二寸金元做到全球第一大 对不对 还要想买了德国公司 但是被德国摆了一道 还要赔好几亿 对不对 没有关系 但他的并购史其实也是很漂亮的 对 中美金 环球金等等 对 可是呢 姐我就是会赚钱 对不对 霸气 人生不差那几亿 所以 因为人家一年就赚几十亿上百亿 对啊 来 今天报纸消息出来说 环球金有长约护体 是 第四季怎么样 产能 还是满载 很厉害 业者预期 业者是谁 当然就是环球金 他说十二寸细金元明年供给 还是吃紧 只是供给缺口会比预期怎么样 稍微缩小 什么叫供给缺口缩小 本来怎么样 本来可能要 半年三个月前你就要订货 对不对 现在也许只要怎么样 两到三个月 两到三个月你订你就可以拿到 那之前可能要等半年 搞不好要等一年 那是因为现在的这个需求没有那么大 是 所以它的供给缺口可以慢慢怎么样 可以弥补过去 懂 但人吃紧啊 对 那我讲我们这边跟你结出几个重点 好 来 既然讲到细金元 那我们就把细金元的几家公司 拿出来整理一下 OK 好 环球金 就环球金 当然就是世界第一大嘛 对不对 9月营收60.63 年征还12.6 现在还可以年征的再不简单 很厉害 对不对 长约 长约占营收丙重多少 70% 70到80% 很高耶 真的是 都是接长约 他根本就是见不到怎么样 见不到景气衰退的时候 因为他都长约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景气衰退他的约都还在 对 然后呢 下一波景气再来的时候 他又是来一个长约 下一波景气再来的时候 要换约了 换约的时候怎么样 再来一个长约 景气又来了 所以感觉他都等不到怎么样 景气不好的时候 等不到衰退的时候 懂 好厉害喔 拼拼买 300多块 拼拼凯 大家丢 好可惜喔 对 今年EPS预估多少 31.5 31.5 是 现在本预比已经来到多少 10.98了 对不对 股价现在320330嘛 是不是 来台胜科呢 9月营收14.27 年增更高耶 多少 37.4 对不对 对 长约比重60到70 60到70%跟环球金差不多 差不多 都很高耶 比它稍微少一点点而已 来 今年预估多少 12.6 12.6 台胜科这一波也是杀到快100块 是 对不对 本预比多少 10.95 差不多耶 对 对不对 这两家其实差不多 好 第三大 来 合金 合金 618的合金 合金大部分都8寸的 12寸比较少 但它现在也有12寸的 来看 年增9月 28.3 其实它年增还比环球金漂亮 对不对 可惜的是 可惜不是你 对不对 陪我到最后 可惜的是长约只有30.40 但是严格来讲 也是很厉害 严格来讲 三分之一都是长约 严格来讲 请你看一下这一波的骨架 台胜科到多少 300 快400 我们等一下一个个来看 好 OK 来 300到400 那合金80到30 那环球金是1000到300出 感觉上这几个里面谁跌最少 合金 是不是因为它骨架比较偏低 我们从涨跌幅来看 你看是合金 合金现在还有在将近40块附近 所以严格来讲它才腰斩一半左右 了不起60% 它只剩三分之一了 但是这些不是 这些都三分之一 都腰斩了将近有70%你知道吗 是不是 好 来 好 预估呢 今年4.5 现在本益比谁最低 果然是合金最低 8.67% 对啊 你还要砍吗 你还要砍吗 对不对 难道你就不愿意再报个两三年 它又回到80 那如果你这两三年当中 你用每个就像我讲的 你每个月你钱都有用剩 就给它存 存股 对啊 好 我们最后做个整理 好 细晶圆技术门槛比较高 是 研发周期比较长 所以产业的集中度相对比较高 就是那几家 是 哪几家 日本信越 对不对 然后日本胜高 Semco 环球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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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 南韩 SK 还有德国的 四创 四创 对 那时候环球晶就是要病四创 没被病 对 我想德国会讲说 好你赶紧 我没有被你病 不然现在什么东西都在你们台湾人手上 你叫我们德国人以后怎么活啊 请和以堪啊 对啊 我的B&W 对啊 我的Benz 我做得再好 少你一颗晶片 我一台车都卖不出去 这时候知道 没办法 真正厉害的不是德国人 真正厉害的不是德国人 那是谁 不是美国人 不是英国人 不是日本人 也不是以色列人 原来真正厉害 是我们台湾人 对啊 我们真的是以台湾人为荣翁 真的耶 台湾家 没有台湾的金元代工 什么东西都出不去啊 蓝宝坚尼 出不去 出不去 对 push 出不去 出不去 什么都出不去 这时候就突然觉得做台湾人真的是 骄傲 我台湾人 我骄傲 对不对 好棒喔 你看 蔡总统有看到吗 所以不要看虽台湾 我说真的 你真的不要看虽台湾 这个时候美元走强 你们所有人都想要去换美金 是 对不对 以此有新台币为此啊 no 就我 叫你什么样 这时候赶快怎么样 换台币 真的 过两天大家又来拜托 我们 对不对 金元 对不对 拜托台积电 拜托我们车子没晶片用的时候 赶快拜托 赶快下单给我 我告诉你 那时候你的台币就不是32 出货出货 又是回到2728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还要报美元干嘛 你还要看虽台湾干嘛 光我刚跟你讲的这些话你就知道了 真的 一台车 几千万的车 少一颗晶片 都出不去啊 都出不去 哪怕是最低阶的晶片 音响晶片都不行 更不要说高阶晶片 对不对 那你知道了吗 了解 还要看虽我们的半导体 你还要拼命卖吗 好 讲到这儿 所以环球精卫给你讲完了 是 好吗 明白了 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节目主轴 好 继续看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了什么 嗯 我们说 呃 这一两天 我跟你讲了双D 对 对不对 讲了面板 讲了DRAM 讲了被动元件 对 好 我们一个 我们一个跟你温故之心 好不好 我们从友达开始看 对 好来 友达今天还在继续往上走 而且还在创反弹高哦 今天他最高来到18.25了 来 虽然开高下来 收一根黑K 但是股价怎么样 还是 还在怎么样 强势的 还在走 诶 看到投信 嗯 你 我跟你讲 我指差没有把投信的买卖时 先出来给你看 嗯 好不好 二三十是他追上去的 嗯 对不对 后来十几块 砍下来的 也是他 现在又是他怎么样 买上去 又要再买上去 对 然后外师天天三天都在买 对不对 有 连投信都在hello 难怪你们跟着投信做也赚不到钱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好 威刚 好 群联 DRAM的 DRAM 蓝雅科 好 好 看到没有 60.1 看到没有 60答正了 有 有没有看到 50开始到现在60了 恭喜 同意大家 两不宜 新坚定 对不对 等同期看天明 从50到60 10块 10块钱 20% 对啊 中行情还是有20% 对大盘破底的时候 对不对 连DRAM都可以涨20% 来 看一下好不好 投信 哎呀投信回来了 对啊 对不对 是 总是慢我们半拍嘛 不止半拍了 不止半拍好几天了 对不对 差我们20%了 总是慢我们20%了 对不对 来 好 阿哥吴 三头鞋照却相赢 是 的好处就在这里 对 默默的 我们就赚了20% 你们不是要跟投信去买 爱披股吗 对不对 来 我们一个个批来看看 3661 四星KY 请看 644 1000块到多少 644 644 对啊 跌掉30 短短的时间 30%不见了 对30几个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他是不是往下砍 有没有 投信卖 当初四星KY 800 900谁在买 投信 投信 现在谁在砍 投信 投信 有没有最高沙地 有啊 Hello经理人 你要跟着 Hello经理人去做 我就说投信追的是谁的钱 你们的钱 基金持有人的钱 对不对 投信砍的是谁的钱 也是你买基金人的钱 你懂吗 不是经理人的钱 经理人喔 拉上去 他早就跑了 砍下来 他在干嘛 他在去买 所以啊 好不好 你以前要买基金 你不如跟着我们做 真的 我们带你怎么样 富贵稳中求 投信砍完带你接 对不对 买在右下角 投信追完带你卖 是不是 就完完整整的嘛 不是吗 这节奏就漂亮了 对不对 抗荣有毁 那我们刚刚不是给你看威刚吗 对 我们再回来看一次 谁 投信 利剑大人 对啊 对不对 感谢你 该说利剑大人 感谢 有没有 大老鹰 是不是 投信的风来了 有没有 95 当初威刚才是他在砍的 来去年 有没有看到 谁在买 投信 投信啊 投信大大 有没有 有 南亚科 投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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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还在买啊 有没有 真的耶 还这几天特别买 买特别多 好 帮店 有没有 也是投信大大 想要买喔 好 好来 那我现在回过头 我反问你一句话 面板 D-RAN 都长这么多了 对 你现在还要再去跟着投信 帮他抬轿吗 投信现在进场了 你要去帮他抬轿吗 还是 跟着我们 当初威刚 威刚在50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威刚 当大摩 他们都在try try D-RAN记忆体的时候 当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 当报纸新闻都在放力空的时候 你要不要我找之前的节目出来 这段是谁把你try下来的 大摩嘛 对啊 就大摩try下来 外资调降平等 把你try下来嘛 对 天天上利空啊 这段时间投信也在看 是 现在他又怎么样 又开始买 来在这边他又开始买上去 但是我带你怎么样 买在山头写照 山头写照 现在投信来抬轿 有没有 然后大家在追在右上 那你现在才要去追吗 不停啊 M31 当珠山头写照 没人理他很可怜的时候 请你看一下 M31要前年谁在砍 也是投信 投信耶 投信啊 之前他在往上追高 然后往下在砍 哈喽投信 哈喽经理人 哈喽人生 所以你的口袋上会跟着哈喽啊 有没有 不只是哈喽 我们告诉你 他在高档买你不要再去买了 因为为什么 他哪天说砍他就砍 对 对不对 你不要去帮他砍 股价大涨你以为是你买上去的 不是 不是嘛 股价大涨谁买上去 他 那股价跌下来是谁在杀 你以为是你杀下来的吗 当然也是他在杀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很厉害 其实都是怎么样 大人 大人 你只是被大人给左右了 所以我当时我们跟你讲 我已经跟你讲好几次了 我们要做大老阴 买在山谷下没人发现的时候 M3要在这边 投信不要我带你买 这段时间都是投信拉上去的 我在这边我就不要了 我说你要跟我来买怎么样 还是在这边的股票 下一档 等投信回来 有没有 你不是要在这边赚那几块钱 你是要好好要赚 100块钱 200块钱 对不对 没错 不是要赚个三五块 然后跑了好几 你跑了20趟的五块 你就等于我做一趟100块 你懂吗 但是你的手续费 你要想扣一扣掉 你还有算多少 那现在我们不在这边了 有啊 有啊 超跑啊 超跑来啊 这样你懂了没有 为什么你都不会赚钱 原因就在这边了 是不是 M31 是 金星科 金星科 还经历科 经历科 对 金子的金 849 849的一纸 剩228 来 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 我 当初我说金力科 这支股票 是海水退潮之后 真正没有穿游泳裤的 你都不相信 还有人 上我的Lite Act来质疑我 老师 他不是 中国啊 X86啊 中美贸易战 底下的受益者啊 我说他是打假球 我说他是打假球 你没有看到吗 去年带你追这些股票的分析师 把金力科包装的多漂亮 要不要我点名是谁 大家明白了 我们跟你讲 一天到晚跟你讲带你做精品股的 至于看去谁嘛 把它包装的多漂亮 说今年会大赚 结果 5块10块 赚几块 他会赚几十块啊 他说中国的公家电脑采购以后都会用金力科的CPU啊 我告诉你他讲这个话已经讲20年了好不好 股价会说话 后来股价回来多少 请你看一下好不好 现在还在破题啊 他之前从2、30块涨上来的呢 他从2、30块涨上来的呢 我给你讲他最后这未来5年一样回到2、30 你不要不相信好不好 因为这一档公司 我跟你讲我太了解 请你看一下 老师对很多的公司 对他们的过去史是很熟悉的 请你看一下 08年之前炒过一波 到300块 回来 打了好长的 多少 10多年 对 有没有 10多年 来中美贸易战 拿提朝再来炒一次 来 这接下来会不会要再等个10多年了 会不会要再重演 那最好他们的CEO可以再活10多年 然后再来炒一次 对啊 财务长能够 因为要有本事炒就是财务长要够强 对不对 跟业界够好啊 然后知道炒股的手法啊 那最好你下个10年那个财务长还在 这就看出来了 你们去看财务长是谁啊 同一个人啊 我不想讲是谁好不好 自己看 好 OK 你不相信 我的话你不相信 你这样你看到的喔 我告诉你 有一天你会看到这边 就跟我跟你讲说过几年 你会看到养米长门回到10块 意思是一样的 好 你不要不相信喔 老师预告了喔 不是跟你说马上喔 这未来 而是未来 未来 因为你要看这家公司它的未来性嘛 有没有未来性 就会决定它的股价 你有没有看到 这谁 头信 200张砍出来 头信 你有没有看到今天 跌停 还在跌停耶 今天大盘中间都拉上来 4英KY也是拉上来 它还在跌停耶 你走不了了啦 你走不了了 你还在期待你的300块 400块 500块吗 很狠耶 重很狠耶 这种主力 这个钱你赚了 你睡了着觉 我真的赎给你 我真的佩服你 老师话讲得重 但是老师是心疼各位 你们的心股心安静 但是你不懂啊 对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员不会有经历科 对 我们曾经带会员去买四星KY 买M31 买金星科 对 为什么 打死我就是不碰经历科呢 我已经跟你讲了 作为一个分析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什么股票能做 什么股票不能做 什么股票做 你就算赚到钱 你会害你的投资人 讲难听一点 讲好听 血本无归而已 讲难听呢 有人去跳楼那怎么办 为什么我的股票 我有信心叫你 你跟我两部一心肩定 因为我会看这家公司的体质 我会知道这家公司是打真的打假的 玩真的还玩假的 有没有在打假球 这就是老师用功 这是老师专业的地方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相由心生 我长得很难看吗 你看我们长得多浮相 老师不要骂人就好了 老师不要骂人就好了 对啊 我为什么要骂人 老师真的是爱之深则之切啦 老师是心疼你的切啦 为什么我们去见面会的时候 每个人看到我现场的人都觉得 是 老师你好亲切喔 而且老师真的很能侃侃而谈 很能聊 很能跟你谈 好 如果假设你真的有经历课 不知道怎么办 你赶快加入赖群组 请老师帮帮你了 小老鼠HIH888 来 继续看 台币主扁 昨天 央行在主扁了 所以央行的底线就是这里的 你还不换 32 你现在32不换 你要等334 35 36 37 38 39 40 你干脆等100再换好了 央行既然在那边主扁 他就是在守32 这个数字他一直换 你要趁你32你换得到的时候 你就换 你不要过两天 31 30的时候你才要去换 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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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跟你讲你有美元保单的吗 我告诉你 这时候就是你最好的机会了 懂 不然你又报到27了 这120%的 120%的 红尘来去一场购 你的保单红利都没有20% 又给你报回27的时候 我告诉你 明明有20%可以赚 你不赚你又不赚 对不对 就可惜掉了 好 苹果舍长江存储 所以怎么样 要跟谁买了 嗯 嗯 就台厂的利多 是啊 不就是了吗 对 所以要懂得看新闻 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好 究竟谁是会受贵 我们漏了一家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家 谁 谁受贵 旺宏 我很不喜欢这家公司 但是呢 但是 还是必须要拿出来讲 因为它在成熟制成当中 有没有看到 外资天天买 投信天天买 买买买 可是投信这种上百亿股本的公司 他买个几十张这是在干嘛 这应该是ETF啦 那有可能是ETF啦 外资在大买 对 外资买的比较凶 如果是说到 不过旺宏 我曾经看过一篇报导 就是 吴董他很霸气的说 他拒绝苹果的订单 哦 因为不愿意被砍价 哦 他有他的坚持 他有他的坚持 有股气 懂 那我们就看说这一波 库克会不会鼻子摸摸 回来找旺宏下单 哦 那如果他回来找他的话 看看旺宏董事长 愿不愿意接他的单 那就是看价格好不好 看价钱 对啊 懂 好 台股已超卖 估值很便宜 专家是谁我不知道啦 但至少我早就已经这样跟你讲了 好不好 我早就这样跟你讲了 台股已经超卖了 是 你在这边 你们常常不要觉得说 这时候股价 还会更低更低 我都告诉你 你不要等更低 相对低就可以了 是 而且如果你已经买在相对低的时候 有时候不要再去做那几块钱了 真的 你就跟他两步一心见面 我就是不要一张股票有几万块给你赚 有几十万给你赚 甚至一张股票有上百万给你赚 你都不知道要赚 对啊 三五千块你就跑了 好可惜啊 什么叫一张股票有上百万 姓华啊 三年前的姓华 从一张一百万跌到一张只剩三十几万 后来到三千万 三百万三千块的股票三百万 那就是一张 你可以赚两百万 就算你被套在一千块钱 你最后一张还是可以赚两百万 是 但是现在呢 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 你后来一张可以赚两百万没有 你只赚两万 只赚二十万 你后来都觉得当时自己干嘛那么阿呆 对不对 那当时干嘛那么阿呆 那当时是什么时 当时就是 充满恐慌事 中美贸易战川普 在打贸易战的时候 你被人家恐吓的时候啊 对 你就被恐吓你就变阿呆啊 就充满恐慌事 对不对 那现在不是一样吗 你又被人家恐吓啊 全中华民国就只有我陈建成不恐吓你啊 对不对 哪一个YT频道没在恐吓你 是不是 财经节目都在恐吓你 那偏偏你要被恐吓 来我现在劝你一句话 如果你是小白 你只有一两年 你没有遇过上一次 那就算了 但是呢 请你现在跟我做一个动作 好 如果你三年前 你因为看了财经节目 然后你因为害怕 然后把你的股票给卖掉 后来你发现 不用三年前 两年前319就可以了 2020年 新冠肺炎发生 你因为看了节目 然后你被哪个分析师恐吓 或者你看了哪个财经节目 然后你就被他恐吓 然后把你的手上股票卖掉 后来发现 你人生少赚了50万 少赚了100万 少赚了500万 少赚了1000万 少赚了两三千万 你还记得吧 那记得对不对 那直接把那个节目给封锁 我说真的啊 我说真的啊 那时候你被那个节目误导 你被那个分析师误导 害你后面没大赚 少赚那么多 那你现在还要继续往那个坑跳吗 你这种东西是没有 懂 跌了一次 你不要再重复第二次第三次 你还要往那个坑跳吗 懂 你两年前 三年前 四年前 你被那个节目 害到 被那边害到 把你的股票砍在低点 后来少赚 后来整个行业还少赚 你还要 现在你还要再自己 还要再被骗一次吗 你自己还要再重新 再犯一次错误吗 要记取教训 你有记取教训 你这辈子当然永远怎么样 学不到教训 不断的归零嘛 好 我前两天跟你讲说 除非大力光怎么样 开始跨足 新的 镜头以外的 新的研发 新的创新产业 对不对 让公司重新找到成长动能 对 真的 他有没有听进去 看起来他们有在做 有听进去 对不对 话才讲完 对不对 马上 散热领域 是不是 6.31拿下30科技 你要知道这家公司什么 你们自己去找一下30科技干嘛 自己Google 对不对 我想跟着大老板投资 不会错 对他们都是风向球 重点在哪 数值指标 重点你没有办法 像他们抱着那么久 你懂我意思吗 每个人都在问老师 什么时候上柜 什么时候上柜 人家大力光投资 要不要立刻问他什么时候上柜 要上柜通常要找一个怎么样 好时机 黄到几日 黄到几日 上去股价就非常喷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嘛 那上柜公司也不要乱追乱买 是不是 要不要立志被套在1000块 好惨 对不对 我们怎么不带会员去买1000块的立志 这就是你跟我的差别 别的分析师就带你去买1000块的立志 还有去年的立基电 80块的立上市嘛 对啊 我也叫你不要买 一堆人抢 要抢立基电 给个剩30几块 好 所以当他跨入了新领域 就是未来有新的机会了 来 利空不断 外资抗坏日月光 目标价调到70 立基电调到27 来我们看这两档股票 日月光跟立基电 好 75块 75块给你调到70块 对不对 刚谁 哪家外资 来仔细看清楚一下 哈哈哈 把它记下来 野村哦 野村对不对 野村哦 记起来 看看他们的动作吗 哇 老师你又要猜穿人家的动作了吗 哎呀 哎呀 又被老师猜中了 哎呀 真是恶心他妈 哈哈哈 给恶心开门 昨天买钞是谁 哈哈哈 请看一下 呀呀呀呀 哎 我这没有事前预言 没有没有没有 老师是即兴 我说即兴 我就跟你看我节目 你可以跟着我学思考 对不对 对 学怎么去拆解那些大人们恶心的手段 对不对 要骗你把 股票砍出来 日月光砍出来他好去低接 好 来 野村 好 一二三四 第四个 点 一二三四 这一个多少 昨天买一千张 可不可恶 所以老师刚刚为什么在新闻里面去看 到底是哪一家外资 可不可恶 直接看人家的动作 这是买钞 对 这边是卖钞 对 野村证券买一千张 一般投资人都只看到大大标题 这是利空 看日月光 但你没有去看是哪一家外资 你也没看人家的动作 立即电报 野村证券认为 这里面都是野村 这个消息是他放的 他放出来之后 然后他才低接 这就是看我们节目的价值 内外资看半导体指标及后市 日月光 有没有 野村 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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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数字会说话骗不了人 卖出吗 那他怎么在买呢 对 这就是为什么女孩被割韭菜的原因了吗 很可怜啦 我只能讲 而且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超级不要脸的 我就坦白直接这样讲了 我这些投行 真的超级不要脸的 每天节目认真看老师帮你拆穿真相好不好 这叫什么样 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 老师话讲得重 你一尽可能的在打压股价在干嘛 同理可振 在干嘛 同理可振 好 你玩不过他们很简单 你把我节目看好来 古海大丈夫 量不宜心坚定 等风起看天明 分享给你所爱的人 你所关心的人 你在乎的人 古海大丈夫 任何节目你看不到 仅止古海大丈夫 有这个guts 有这样的底气 能够拆穿 能够说给你听 来 立基店吗 这立基店 立基店里面没有野村的影子 昨天的买超 没有 卖超也没有 所以他昨天见指哪里 就是日月光 就是日月光 因为标题这么大 标题就是打日月光 对不对 就是日月光 果然他就在日月光上面做手脚 好吗 对不对 好吗 所以为什么讲真刀非真刀 假剑非假剑 假剑非假剑 利多非利多 利空非利空 看懂了吗 你看看大张夫一集节目 盛读千万年书 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你做到这 清楚明白 49分了 好 我觉得做股票要赚钱不难 你要跟对我们的节奏 是 对不对 你要跟对我们的节奏 好 节奏跟好来 同样的一档股票 能够跟对的节奏 你就能够赚得到钱 那更重要的是 不只要跟节奏 还要跟上老师的脚步 老师的脚步在哪里 这个礼拜六会在台南和台中 以及礼拜天会到新竹 还有台北 脚步跟好来 建成老师会和您一对一的座谈 而且帮助大资金的好朋友们 直接量身定制您的投资规划 好 0254 299 有亲戏直接来点做报名 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脾极泰来 是 今天脾极泰来 今天脾极就跳高 跳高 昨天先讲美股就先呼应 是 今天再跟着上 台股就上来了 还跟你讲一次脾极泰来 有 有没有 是的 今天的例字有到255 是不是 212到255 一张又是43块 一张又差 一张又差四万 三四十块 对不对 一张又差四万 对 来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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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跟你讲这一个 我昨天跟你讲这一个 我已经陆陆续续在布局了 来 会员 你手上有这一支的 我已经跟你讲好几次了 这一档 我不是要带你赚几千块钱 几万块钱 甚至也不是赚一二十万 这一张是一张 会期内我不敢讲 因为时间不够长 你报好了 就好像台积电那时候 从雷曼的时候 四五十块 然后到六八八 酝酿了多久 十年 十年以上 对不对 十年 十二年 十四年 对 但是呢 十倍 你要不要 你觉得太慢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这一档 会不会十年我不知道 搞不好三年五年就到了 那他一张 有潜力是一百万两百万的获利 就靠他了 我跟你讲三个月 六个月半年 我不敢跟你保证 我不敢你保证 因为行情不是我决定的 是 但是公司的前景 那是不会错的 技术是全球独步 全球独步的技术 是 一张一百万 两百万的获利 那是有机会的 明白 对 比起四星KY 比起 你做错的经历科 对不对 这一档呢 这一两年 也是一堆先贤劣势 怎么样 死在沙滩上 但是现在这个价位来 你绝对有机会 一张一百万价差的幸福 是 就在这里 没问题 搞不好还会到两百万 就是在这里 现在成长机会很大很大 来我们周末 来 这四场座谈会 台南 礼拜六早上十点 台中下午三点 新竹 早上十点 礼拜天早上十点 台北下午三点 三点 你愿意来跟我面对面 聊股票 投资计划 来 我会特别为你打造 投资计划 有人喜欢只做台积电 我可以 帮你规划 帮 单单帮你打造台积电的 投资计划 专属投资计划 OK 所以 你不要错过这一次 好 因为现在十月 对 就在下礼拜 这个礼拜 我认为 就在这礼拜六 礼拜天 我认为最坏的就是这时候 最坏就是这时候 代表股价在这时候也是 最甜 最甜的时候 没错 好 没问题 好 依据您的投资习性 你喜欢赚快钱 或是你的投资习性 你希望能够存股 你希望能够存退休金 依据您不同的需求 好 那特别是 你的资金部位比较大 你真的不要乱挥霍 老师帮您去量身打造 专属您的投资计划 而且是一对一的 帮您规划 这样的机会 真的千载难逢 电话直接拨通 02542977 或加入Lite 群组小老鼠HIH888 直接来报名 跟建成老师的 陈诚座谈会 再次感谢 永诚国际投资 陈建成分析师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谢谢天心 谢谢各位 让我国外大当部 陈建成带你富贵 稳中穷 欢迎加入